一份新研究报告显示 三藩市内的大部分餐厅 比国内其他大城市的餐厅更加早收工 因为夜晚九点之后就没有什么客人 张晴峰报导 本期饮食杂志 Shaph's Pencil发表一份新研究报告 关于世界各地经大城市的餐厅营业度聚夜 方便顾客预订晚餐 在这份报告中 Shaph's Pencil从世界各地80个知名大城市中 挑选了超过4400间餐厅 并且分析了他们的晚餐预订记录 然后发现全美有几个大城市 最容易被顾客预订晚餐 当中包括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拉斯维加斯 麦雅物和三藩市 在这个项目中 麦雅物排第一 因为大部分餐厅的最后晚餐预约时间是10点半 而三藩市就排最后一位 因为大部分餐厅的最后晚餐预约时间是9点 这份研究报告得出的结果 符合多名食客多年来的投诉 他们一直说三藩市内的餐厅 比其他城市的餐厅更早三末 因此很难在晚上9点之后 在餐厅用餐 三藩市《几时报》报道 有知名饮食评论人士表示 有此三藩市内的一间餐厅 不愿意接待他 因为就快到晚上10点 对此三藩市 餐饮业界的人士就表示 他们会提早打扰 是因为晚上9点之后就没有什么客人 如果餐厅营业到晚上10点 就不符合成本效益 26台记者《几时报》报道 《几时报》报道